Extra布景主题专门设计给一般大众 10分钟就能够快速架持一个专业又美观的网站 它有7大特色 第一,Extra共有200多个布景主题 每一个布景都是由专业的美术设计师制作出来的哦 第二,每一个布景主题都有很好的自适应功能 可以在电脑与手机或平板自动收放画面的大小 不论您采用哪一个主题都有RWD自适应的功能 并且可以独立分开设定不同载具的排版方式哦 第三,我们还针对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购物车外挂 WooCommerce平台做了优化 画面精致又专业 购物流程本身就是个百万级的电商系统 客户可以使用折价券 加入购物车,加入会员等功能 整个购物流程顺畅 更能提升客户的购买率 第四,每一个布景主题都可以让您下载安装 只要先预览确认您想使用的主题 并且点击下载即可 流程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学得会 然后再进入免费的Elementor编辑功能 所见及所得的编辑方式 就像在使用Word软体一样的简单 第五,超过200个布景主题供您选择 并且分类成商业、个人、专家、社群、电商等等的类别 您可以先点击预览主题的范本后 再选定自己要的主题 还可以再点入该主题去观看每一页的细节哦 找到最符合您自己的需求主题去下载修改 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第六,Astra是经过GTmetrics认证效能最高的布景 GTmetrics是许多专家用来测试网站效能的平台 Astra布景在效能评分高达99%的Performance效能 第七,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布景主题 在最近这三年已经增加到240个以上 针对各行各业而设计 让您能够快速找到符合自己的模板 然后在课程中教您如何修改和调整模板里面的内容哦 我们来看一下Astra这个布景主题 它有分成免费版跟付费版 免费版本在这200多个布景主题里面 它这边就会写Free 如果是付费版的话 它右上角就会有这个Premium 这就是付费版 如果是我们的学员的话 你们可以用所有的版本 尤其是如果你会去接案的话 你肯定是需要很多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样板 所以你们在安装完之后啊 只要是你喜欢的范本 你想要下载通通都可以 你就不用管它是不是付费版才可以下载 因为所有的版本你都可以下载 那我们先来带你看一下 这个是官方他们列出来的所有的版型范本 那这边有个Details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Details就是详细介绍 包含图片还有文字的介绍 还有它的每一个页面 就是说这个范本你下载回去之后啊 像它就有About就是关于我们 然后Home就是它的首页 还有Contact就是联络我们 所以它这样就有一二三个页面 至少就有三个页面 如果你看英文不习惯 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中文 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它的特点 如果你要看实际上的网站是长什么样子 就可以直接按这个Preview 就是预览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安装完毕之后长的样子 这是它实际安装完毕之后长的样子 非常的有设计感 每一个版型都非常有设计感 他们都是请专业的设计师 去做出来的每一个版型 但是它版型有的比较复杂 有的比较简单 所以比较简单的版型就是免费版的 那比较复杂的版型就是付费版的 所以你就看到它这边 你可以去修改这个logo 你可以去修改像这个选单 它分成左边跟右边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logo在最左边 然后选单在右边 现在这个是比较特别 就是把它拆成两边的选单 然后右上角这边有购物车的小车车的符号 那这边有个搜寻的功能 一个放大镜 那这边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它每一页的范本 像这个联络我们 然后about关于我们 像这些都是它的范本 所以你只要一键安装 这个版型就全部下载完毕了 那你只要进去修改这些文字 然后把这些图片换掉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非常没有设计感的人 我们就会建议你 不要改动它太多的版型 譬如说它的左右 它的字的间距 这些你都不要去改 因为你不是那么有设计感的人的话 就不要去改 因为这个真的都是专家设计过的 设计师设计过的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原理 看了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所以不要乱改 你只要把你的文字换成你的 然后把图片换成你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免费的好了 这个免费的 一样把它点detail进去看一下 它这边就会秀出说 总共有12这个三个页面 然后手会长这样 总共就有四个页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preview的预览 好 这个就是它安装完毕之后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先去看一下它的 真正安装完毕之后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说 我的购物车就是想要长这个样子 而且我实际上就有安装购物车的 外挂软体在里面 好 那你安装完之后呢 它就是有这个长相 那如果说 你今天没有安装 WooCommerce的购物车 可是你想要有购物车 你在安装这个范本的时候 它也会提醒你说 这个范本是有购物车的 它会自动帮你安装 你只要按4 你要安装 它就自动帮你把那些 你没有安装的 购物车外挂 也一定帮你安装完毕 所以非常方便吧 所以付费版本的模板 范本总共有240多种 目前已经超过240个 非常的多 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行业别 比如说餐厅啊 比如说服饰业啊 比如说运动产业啊 健身啊 你就可以找到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再去选择安装 再把它做修改 就会非常大大节省你的时间 那如果你是装人在接案 帮人家做网站的 网站就更方便啦 你可以先把这些范本 列给客户看 因为有时候客户 他自己也不晓得他要什么 就很难沟通 所以我们最快的方式就是 直接把范本列给客户看 告诉他说 你喜欢哪一个范本 我们依照那个范本来帮你改内容 把图片换掉 把里面文字换掉 叙述换掉 那很快就可以帮客户做一个 非常专业漂亮的网站出来 但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 那你还需要上课吗 为什么要上课呢 因为其实啊 你在点进去它的细节的时候啊 它很多细节是可以让你修改的 譬如说它手机版本啊 它电脑版本啊 大小不一样 或是iPad版本啊 大小不一样 你怎么去分开去调动它啊 还有它的边框啊 粗细啊 要不要弹出视窗啊 等等很多细节 你要花一段时间去学习 所以你在看这个课程的时候 才能够帮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也许你一天两天 你就可以搞定一个网站 彻底的把它学会 那范本240多个 不可能每一个都长得一模一样 里面的细节有很多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会先挑一个范本 让你入门 让你习惯之后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修改其他的范本 那以后呢 我们也会慢慢的 再推出其他的课程 来研究其他的范本 但是今天这边的这个课程啊 是最基础最入门的课程 你一定要先从一个简单的范本先学起 只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一个人 你就可以好好地去研究其他范本咯 所以我很久以前哦 在做网站的时候 就是遇到不晓得怎么挑范本的问题 或者是要买好多不同范本 要花好多钱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用了 你不用再花钱去买范本 我们直接送给你240多个 够你选够你用啦 我先给你240多个 240多个 240多个 1193多个